有汤饮有肉吃, 多棒 先试个虾胶 很冷很酸甜 大家如果不知道吃什么 这些蜆仔肉 挺好的蜆仔肉 蜜鱼胶 蝦胶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鸡蛋蜆肉虾胶煲 冬天就用瓦餐来装就可以了 夏天就直接倒出汤兜 这道菜很简单 姜葱我已经切好了 有少少葱花 姜片 葱头分开放 有少少红萝卜 现在先放这些 洗了蜆仔肉 虾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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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仔肉 先洗一下 蜆仔肉 要清洗一下 用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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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边 在煮之前 要把蝦胶 整成一块一块 或者摄鱼胶 我便不摄了 把蝦胶收拾一下 揉一块一块 就可以了 烧热的锅 待会先煎蛋 锅热放入 来煎蛋 火不要那么猛热 可以把它收小一点 好 也可以适当地调大一点 把蝦胶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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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头 更锌煎 硬身 放在里面 要放大一点 把蝦胶放入 把蝦胶放入 放入姜 或是放入葱头 放入油爆 才会会香 放入姜葱 早晾 放入姜葱 不止不出锅 放入鸡 把鸡仔肉炒 会更香 没有姜、有葱 这个饭也要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蛋冻 鸡仔肉水分比较大 放入绵绵 把鸡仔肉放进去 开大火 沸点滚水 一定要准备好滚水 滚了一下没有放太多 让它撞出奶白色的东西 把鸡仔肉放进去 继续加 加到自己想要的水量 鱼蛋放进去 虾胶全部放进去 把鸡仔肉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看水不够 也可以继续加 盖盖 现在看到大火 滚了分半钟 调回中小火 浮起来就可以调回小火 小火又滚了 半分钟左右 开盖 趁热 冬天切成后 又要用用鲨 烧火 盐成一个水 盐成一盐 浸泡后要调味 半茶匙盐 滚开一下 少许的鸡粉 调一下甜味 放葱花 有汤饮有肉吃 很棒 先试一下虾胶 很鸡鸡很酸 很酸 真是很棒 简单又快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